记者林金伦宜兰报道 宜兰线郊西乡一辆格马兰客运 原先从郊西往宜兰方向行驶 在郊西路与中山路口违规回转 准备到郊西转运站在客 一步宜兰往郊西方向的重机直接撞上起火燃烧 车上二南无生命迹象 经送一级救人告不治 游览车上并无乘客 装性驾驶也没受伤就测之为零 两名男子一人二十岁由姓维武专身 另一人二十二岁姓李跟游览车相撞后 机车倒得起火 一旁民众看到赶紧拿起灭火器帮忙灭火 倒得两名男子里南投破泄流 脑浆溢出 由南则有明显骨折 都当场没有生命争相 送一级救后不治 警方指出郊西路与中山路口地上有曹化线 也有尊行标志 车子不能回转 因现场出判 因是装型驾驶违规回转 导致执行重机不及闪避 直接撞上 不过 详细的肇事原因 仍待进一步追查 masuk标志